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商的卫生纸 八包只有30元 同样在凌晨吸引消费者强买 但后来价格已经修改成264元 法规变成这样 确认机制的话就是让业者做第二次确认 就是有异常的时候给业者一次机会来确认 一般来讲电商品感觉都会出一个合理的补偿 不过这个合理补偿的话不是在规范里面有 消保官提醒消费者以为抢到便宜 但因为电子商务法规有确认机制 所以让网购平台可以再次减合 才决定要不要出货 至于这次引起消费者抢购的超低价蛋塔券 喊卫生纸会不会出货 询问电商平台目前还没有回应